梁又为前年开始在葡萄牙生活 年初和葡甲的科亚皮达迪签约 爱柳的困难已经慢慢适应 最大的困难是语言方面 因为当地是讲葡萄牙文 而我一次去到是零认识的 但是你说环境和足球方面 又不会说输涉太多 和香港最大的分别就是 那边人不会有读书压力 会和另一个队友香港人 一起上学放学 大家都日对夜对 所以我常常都 我搞了他 他搞了我都捨异的 由适应到融入18岁的一仔大过仔 除了身形还有眼界 最大的得着就是心态和试试 如果我不出去试试 我不知道其他人有多好 我知道我现在和那边最最高级的人 差多远反而我会有一个进步空间 那些能力会比较普遍 不过英国 英国可能就是捱大隻 然后葡萄 然后可能非洲那些就说什么很快 但是葡萄牙这方面 就什么人都会有点 所以成本都会很平均 所以香港人去到 不会融入不到队波 透过东方project 已成为首位学员外流 除了自己努力 父母全力支持不可少 未必一定 真的 但是只是学业可以令到眼光很阔 或者事业有成 那么难得有这个机会 我们都希望它放眼世界 看远一点 看远一点 望远一点 希望它自己尽力做好一点 不要令自己后悔 希望它在更加不同的地方发光发亮 可以在葡萄牙上蜡烛 在葡萄牙 这个 不要说葡超 希望在葡甲 有一定的上阵机会 如果说最近的梦想 可能就是可以有份入选U23 梦想就快成真 一仔入选了港队U23的集份名单 继续向梦想进发 好了